天庭使者 一道金色光柱凭空而生 穿越空间直观卫侯寺堂 这金光玄妙非常 灵物两性 能撼动物质也能过而不上 直直落在一尊神像之上 神像一震 一位城隍被金光一绝出了寺堂 转眼就到天上 脚下是万里河山 以水玉带 青山点缀 城隍虽为神 却并不多行 一时见此不由多看两眼 俯成城隍 孙康拜见天使 城隍见了天庭使者 只见得这天使面容 被一层金光包裹 看不清面容 心中暗暗震惊 就拜了下来 孙康 在 今据天律 据陈本郡 城隍 孙康 步法事 查本郡 城隍 孙康 本属 有之 正神 受赤命 畏居一方 虽还算 勤勉 但 主是 为侯 一脉 先祖 暗自沟通 杨氏 紫寺 透露天机 望兴 祸福 一按天律 断罪 当 隔去 城隍 正直 便为 平山县 土地 钦此 城隍 浑身一颤 却不敢围抗 罪臣 孙康 皆知 谢过天恩 顿时之间 一道明皇光 被抽离体外 没有了这神职 孙康 神魂顿时 暗淡下来 至于一片红色 使者见了 也只是微微点头 面目上蒙着一层金光 看不清面容 又是一指 一道明皇神职 就降了下去 汇入孙康 神魂之中 使者淡淡说着 你接了这神职 就下去 安心做你的土地 不可再干扰 我杨氏 不可职责有失 不然 难逃 押赴斩神台 一律 除斩的大罪 孙康听了 只得叩拜领命 恋恋不舍地 看了下面 府城一眼 黯然而去 两道指 一完成 使者 无意停留 化作一道流光 去了 此刻 在府城的 道工之中 于初夏和大批道士 早早行了出来 立于广场上默默观看 当然能直接看见的 就是少数 都回去吧 进天上异象隐去 于初夏开声说道 众道人听言 都退下 道工广场上 只留余初夏议人 他默默思量着 为侯与范府之事 过了片刻 回到殿中 盘走云塔上 闭目镜丝 过了片刻 对着水径一指 睁眼察看 顿时只见 一大团明皇器 流动着 原本庞大 机缘范围 已缩减不足三分之一 甘河痕迹 依然有存 于初夏 见了微微冷笑 收了灵绝 世俗中范府已经掌权 世孙还是卫侯 只是傀儡罢了 自此不成气候 只是卫侯虽有杀法 自良心上说 还是有功绩 政治还算清明 百姓还算和睦 因此衰而不绝 还有一块 难以消容 道法显示前 也许功德不能抵消杀戒 多少人人志士 都被杀了 何况卫侯 但显示后 气韵功德的效力 却变得强大 直接影响祸福 看这情况 就算日后范府当上卫侯 原本孙家 也未必被根除 这也是有着卫侯 不是皇帝的原因 如果把孙家赶尽杀绝 那别的诸侯 就有理由讨伐 也会获得朝廷 不满和贺制 于初夏 憨坐在云榻上 谋中 渐渐露出寒管 师兄之所以 断绝道计 又作死大孽 就是因为 卫侯孙家 这时 见着气数 还不断绝 心中顿时 有了思虑 而此刻 范府惊涉中 范文斗着龙中鸟 听着会吧 突然手 微微抖了一下 停了下来 问道 这样说 我二儿此刻 已经去 云崖县 赴阵的路上了 这是清一阁 新阵直士 见府亲 转过头来看着 不由身子一抖 回答道 是 公子今天中午 已经启程 现在出了城外 去往云崖县的路上了 范文听得此言 不由手辅胡须 行了 你且下去 黑衣人文言叩头 退了出去 这人去后 范文吐出一口气 看去有些忧郁 这次范家囊城市 洪水是关键 但卫军攻打范府时 要不是范世荣 挺身而出 组织抵御 只怕就已经被破了 范世荣挺身而出 得以掌握机会 在府内声誉剑气 直接威胁了长子 范世昌的地位 甚至隐隐 对自己都产生了影响 这次就任命为县令 本军六县一府 担任其一不可谓不住 但就远离了府城了 至于去了云崖县 却是长子的建议 范文也听闻了二子 和大眼官的王存叶 有些矛盾 虽说还是采取了 长子的建议 可心中总不是滋味 无可奈何 苦笑了一声 马车在道路上驰骋 三十个面容飘悍 身处黑甲骑士跟随着 这些原本是范府的亲兵 现在都脱离私兵范围 成为了光明正大的 羽林军亲兵 这一转变 气度就不一样了 原本狠毒转成了威力 随护范世荣后面 用着军人的目光 扫看四周 马车内 范世荣掀开帘子 望着四周到了 公子 今日黄昏前 就可以到达云雅县 那里都安排了 一个管家靠近地说着 范世荣揉揉额头 点着头 听完 嗡了一声 笑了笑 没有说话 当下一路而行 下午时 到了云雅山地界 这时接近黄昏 县城和天野 笼罩在灰暗的天穹之下 此时县令 带着迎接 有一天有些黑暗 一派着公差和官员 点起了灯笼 几十个差役 伺候着 排列成一排 见到马车和士兵到了 官员都心中一震 连忙行庭参礼 范世荣下了车子 表情似笑非笑 不过 转眼就收敛了笑容 天晚了 大家都给我进去吧 县城张玉泽 忙抢一步 笑着说 哈哈哈哈 县尊还请去衙门 解封宴 一正背好 嗯 行 一起去吧 说着 又提步上了车 众人各自上车跟随 跟在马车后面 鱼罐进了车 范文前些日子 就将云雅县县令 调回城府 范世荣文书 早已经下来 就等他赴任了 片刻之后 官员就到了衙门 虽然快入夜了 但因为是新官上阵 又是府军的公子 在座诸人 无一缺席 范世荣下了马车 步驻正塔 走到衙门内 里面 里面也摆了不少酒席 第一掌 就是县令的位子 宴席上菜很不错 范世荣坐了下来 就见得张玉泽带着官员 都再次正式行庭参礼 人群中 专利占礼在最后 范世荣当下就笑道 哎 哈哈哈哈 不必多礼 以后还劳烦各位大人呢 啊 哈哈 这顿饭 有着双方配合 还算吃得舒服 宴后 个个心满意足 近听策不早 就行礼辞出 范世荣亲自送出 说道 今日不早了 不敢久留 明日再集了论事 哦 主不留下 我还有一些话说 县主不听的此言 心中一颤 不知道新任县令何意 官员面面相觑 却也不敢委内 当下只是余冠退了下去 片刻后 正堂一走而空 只留下三十个黑甲心兵 还有掌灯的捕快 范世荣见着主部 冷汗直流 摆了摆手道 哎 杨主部 你勿有担忧 我请问你 县中土地户籍 可是归你查管呢 啊 是归下官管理 主部杨尊道 不知范世荣何意 只是硬着 嗯 你查了户籍 割出一块 靠近云牙山的田地出来 要实情 把地气交于我 啊 就这事 你退下去吧 说完 范世荣挥挥手 命他退下 主部杨尊道心中纳闷 碍于不能询问 当下只是硬了 懦懦地退了下去 这时有个伙长上街 低声说着 少爷 杨们住处已经整顿 查看一切安全 范世荣听言点点头 挥散了人群 命自去休息 自己也入了房舍休息 夜中深沉 星月穿行天际 直到月落西法 红日升出 范世荣刚刚起身洗漱 管家醒了过来 低声说道 公子 今日一早 主部就拆人将 实情地气送了过来 说着就将地气递了上去 范世荣闻言一惊 暗想好快的速度 看来是连夜半了 想着手上并不迟疑 擦干了手 将地气接过 细细检查 不由暗暗满意 啊 你去线库 提出些礼物 不够 去城中购买 你且在等等 我写个礼单 一并提取出来 是 管家自是立着伺候 范世荣走到书案前 铺开宣纸 挥笔集书 不一会儿就写完了 吹了吹墨 说道 嗯 你去办吧 管家闻言 转身出去置办这些东西 出了门打开单子 就先写着 金一百两 银五百两 身须三斤 身高一斤 宣纸十令 轻笔八支 墨石河 验五方 碧茎茶二十斤 将筹十匹 杂用捐二十匹 看了不由炸舌 金银加起来就是一千五百两 这不说 别的加起来也有五百两 送寄两千两银子 管家看了一眼就通知信库准备 幸亏都有 不过半个时辰就已经准备妥当了 于是一辆马车带着礼物前行 带上两个仆人 八个骑士跟随 行了一个时辰到了云雅山 马车不能再行了 就把礼物背到背上 马蹄奔走在台阶上 甚是艰难 庸人吆喝着 抽着马屁股 伴随着一阵阵私密 艰难地向上行走着 又过一刻中 行到山顶 就见一座古朴道观 威和耸利 缥缈庄严 诸人见此 不由得心神被夺 暗暗震惊 就连范世荣也是心中一阵 只是片刻就恢复过来 上下打量着 满是青苔爬藤的道观 不由眼光闪动 此时仆人回过神来 连忙继续向前 到了门口 范世荣并不出声 让仆人上前 侯人问何而来 门前道童见此 出声询问 就说云雅县县县令 范世荣前来求见灌主 仆人说道 这道童已经打开机首 说道 还请捎蛋 我去通报 说着道童转身一路上前 到了后面静视 不敢直接进去 敲了一下铃铛 王存叶此时坐在云榻上 飘膝吐纳 隐隐显出光明 听见声音 停了吐纳 双眼睁开 何事 关前有人自称是 云雅县县县令 范世荣 特来求见 道童垂首回答地说着 哦 王存叶略以思寸 起身对道童说打 打开正门 排列迎接 是 道童连忙说着 自原路飞快出去 召集着人少 片刻就排列整齐了 王存叶出了静视 穿过走廊 亲自迎接去了 一眼看去 只见是一个青年人 穿着很普通的青衫 正副手看着景色 听到脚步撞过身 自有一股摄人气息 正是范世荣 而范世荣看了过去 见得一个少年 顶带心怪 月色大袍 长袖翩翩 意态从容 眉带英气 的确有几分 出尘之姿 一时间 两人都是脑海中 念叨分成 这时 只是范世荣 向前一步 拱手大 贯主风采 更甚从前 可喜可贺呀 王存叶见了几手 岂敢 范兄担任 云牙献献令 才是可喜可贺 说着 见得范世荣眼眸漆黑 气度沉染 让人心折 心中顿时 有着种种想法 只是说着 实在减慢了 请进 上茶 进了店 一时间 两人确实无言 过了片刻 听到范世荣 喝了口茶 恳切地说着 以前虽有些不快 但过去了 你我也没有 过不去的坎 就此作罢 如何呀 王存叶顿时想起 自己杀的高警 又当面打了 此人耳光 但此子 现在却反过来求和 态度成成 言辞恳切 这真是让人惊惧 不过人家都这样态度 王存叶却也不能反驳 当下说道 当然 先前 我有对不住你之处 还请海涵 说着 只是一念 气海中龟壳一动 喷出一股精气 直观而上 顿时眼睛一亮 看了上去 一切都是不同 虽只是片刻 就见得一团痴气 范世荣身在其中 被整个气韵笼罩 不仅仅这样 整个气韵隐隐凝聚 要画出形来 王存叶见了 心中不由一惊 一旦气韵凝聚出形 就说此人已有了格局 结合今日所见 更是凛然 却见范世荣 双手按其端坐 又说道 本来因为误会 有时亲近 刻来拜会 仅能逝去误会 时事欣喜 只是 还请贯主 务必尽量 我只能稍作片刻 范世荣说道 本县虽水灾不多 但也有不少损失 今天回去 还要安排 安抚灾民事宜 说着 在仆人手里 拿过一封礼丹来 说道 以后宪政之处 还少不得 贯主指点 我无以为敬 仅限薄礼 贯主全起收看 略表心意 又说了一会儿 就此起身作别 王存叶起身相纵 见着下去 将礼丹一看 别的都罢了 就见得一张 实行田地地计 带着县礼大印 当下却不动神色 又将礼丹展开 细细言动 却欠得书信 我与兄台 艳上相识 结实至今 磨难误会不断 但诸般种种都过去 略被薄礼 还请收下 范世荣起 王存叶 王存叶看完 再看着异行人下去 范世荣此人 以前虽略有格局 但终不成气候 现在却完全不一样 当下呆呆地望着 越行越远的这人 长叹一声 真是心有山川之血 胸有城府之身 看来要是不能 早早修成阴神 此消彼长 恐怕日后 祸患不响 落到泄城的下场